It's time! 将于5月11日胜路易斯对阵沃尔多科尔特斯阿克斯塔 看来古巴人很希望尽快多打比赛 迈克尔比斯平认为内特迪亚兹在拳击场上对阵豪尔和马斯维达尔时也会遭受同样失败的命运 马达与小马的首次交锋 在2019年11月UFC244的首次BMF争夺战中 小马殷伤在第三轮被一声终止了比赛 马达速度更快 力量更强 技术也更强 这次看不出有什么太大变化 德里克斯杜普莱西斯校正了黑龙 还让对方做个连出必行的人 杜普莱西斯在UFC300上拒绝了与阿德萨尼亚的一场怨恨之战 理由是他在对阵孝恩斯特里克兰的冠军表现中不受伤 由于有些伤病 我正在恢复并休息一下 但今年我想再打两次比赛 对我来说 这将是理想的 黑龙声称 你想拖着我的尸体在南非到处走动 正如你所说的 要连出必行 我们就去做吧 贝拉尔穆罕默德解释了为什么终结率比较低 他说 你为什么如此失血 只要赢了 一切都好 比赛为什么一定要击倒对手呢 他有母亲和父亲 如果一个人被击倒 这对健康来说是很大的损失 我不是为了那个 尹恩加里认为齐马耶夫现在还不配拿冠军 他做得很好 但接下来的比赛 不应该是齐马耶夫和里昂爱德华兹来争夺次中量级冠军腰带 印度的普里亚夏尔玛已准备好参加5月18日 在中国举行的亚洲精英之路第三季 彼得炎与宋亚东的比赛中受伤 如今手术做得很成功 我们下期再见